裝在房間的網路監視器 鏡頭喇叭突然發出聲音 自己動了起來 而且還跟著人跑 正準備洗澡的吳小姐 被嚇了一跳 我經過鏡頭之後 我就發現她是這樣子 我過來的時候 她的鏡頭是跟著我要轉 吳小姐拿出手機 打開控制監視器的APP 發現觀看人數 竟然是兩個人 表示除了她 還有人在偷窺她的一舉一動 那她跟著我要轉的時候 我就蹲下來 因為我的電源在這裡 所以我就把她先擋著 把電源移除 吳小姐日前團購網路監視器 可以透過手機控制鏡頭 看房間裡的愛貓 連夜市畫面都一清二楚 為了確保隱私 她的手機APP 設定了12位數的密碼 沒想到還是被駭客入侵 她說我有改管理者密碼 但是我沒有改到訪客密碼 如果照這樣推論下來的話 對方既然能夠移動我的鏡頭 又可以使用到麥克風 她一定不是用訪客密碼來登錄的 而一起團購的14個朋友 就有3個人出現一樣的情形 甚至還有朋友聽見監視器跟她say hello 不過賣家強調 網路監視器除了使用者的手機APP 必須設定密碼 但多數人都不知道 監視器同樣要設定密碼 她講的12位數的英文數字的組合密碼 她會認為說APP密碼就是監看密碼 實際上監視器的密碼它並沒有改 就是一拆開我們就馬上去做測試 我們用這個APP去連 結果密碼打1 2 3就連進去了 賣家表示 網路監視器的使用者密碼 並不會上傳到伺服器 駭客只能用猜密碼來破解 雙方各說各話 不過專家提醒 民眾盡量不要購買製造商不明的網路監視器 另外要定期更換帳號密碼 如果直接用出廠密碼 很容易被駭客入侵破解 讓私生活成了網路直播秀 這神思源黃總銀壇中報導